副總統指我要靜悄悄 龍介一直深信 這個蔡賴佩最後會成形 賴清德有可能靜悄悄嗎 你知道他去做一個 靜悄悄的位置 符合你好朋友的個性嗎 不一定是蔡賴佩 但是我是認為會蔡賴佩 但我的假白是 娜清德最好不選總統 不選總統 所以我會請五百塊假白 我準備好了 比想是我親身賺 親自炸雞排 你怎麼這麼吃 親自炸雞排 好不好吃 這句話 要吃給我吃 說得如果還要吃 我靈科醜酸酥 我就不願上海副總統 我覺得他最近有去保證 到底是對雙賴花 或是劉青 或是黃金不用去學 這至少是偶像劇好不好 這就變成演技牌 我說兩千一百年前有一個故事 兩千一百年前有一個國家叫亞龍國 亞龍國有一個國王 他要把這個帝尾團給兩個兒子 兩個在煎 煎這個鳳鐵尾 這個憲哥樂 郭鳳公 你小弟這個還可以 這小弟他淘汰錢 這怎麼可以做郭鳳 淘汰錢 憲哥樂 郭鳳公 你小弟這個還可以 這小弟他淘汰錢 這怎麼可以做國王 淘汰錢這麼嚴重 小弟就說了 說 富翁 這兄哥哥跟歐斯 這兄哥在外面有淘汰的兒子 淘汰的兒子 所以 到底是淘汰錢比較嚴重 還是淘汰的兒子比較嚴重 所以最後 這個國王 幫我決定這樣 這個帝尾就沒有傳給兩個兒子 幫我傳給他的孫 直接傳給他的孫 表示他們兩個都很嚴重 內行的就聽得有了 這兩個你 你這個歷史故事是真的 六千 六千 六千好朋友跟我說 郭鳳姐 你駕駭輸 他生真的 他們兩個好朋友 他的別友 也我的好朋友 我說駕駭輸不輸 比賽看結果 那未必人 為什麼 說你能蓋我都 蓋多少錢在社會的時間差不多 二十年來我們都一樣 我們都了解 但你們沒辦法像我這樣看到 他的內心 他的內心 他是沒有男人勇敢 那個藥力 他是標明不錯 這樣而已 空的 他沒有道具 他今天是新駕駛 他對中情 對醫生到國台 國台到立委 立委到市場 完全是新駕駛 他把掌聲鼻 他手受到 他手擋肩 是讓新駕駛 一大量 吃美國駛駛大型的駛駛駛 這隻是肉駛 不是肚駛駛駛駛駛駛駛 就蓋本流辦公室都不再聯絡 這樣有厲害嗎 結果就去登記 就去登記說 我領科書 我就不可能傷害你 表示什麼 表示我手裡有傷害你的東西 各位觀眾朋友你們聽得懂 這個吉祖的人 有的是可以亂說嗎 他不是亂說 他在說話刷小姐聽 我領科書我就不傷害 憲哥一音就是叫你說 你怎麼不可以傷害我 你刺下去 我怎麼會刺下去 這樣你聽不懂 川晶慧 你有核彈 我有核彈 董你刺下去 我就按 你刺下去 我怎麼會刺下去 保證相互毀滅 來一行 看部隊 你們五行的隊長賣 所以我跟你們說 我不一定五百塊書 但是我這輩子我怕怕 你有在準備 有你傳的對不對 沒有 我傳的 我五百塊書 我現在有人加碼說你好像這樣 看你是要吃雞排 要吃鳳梨 你如果排隊有夠 就不吃雞排 你就領這隻鳳梨 這樣說得快 如果要吃雞排 我只能給你吃 我會等現場 我會說這樣 輸我就會認 但是我真清楚 我也真有信心 本來我還沒什麼信心 當然這句話說出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 所以人是這樣 在搶還是要軟 可是叫做 鴨威能說 所以我說我最近把鴨勒 他降伏不錯 鴨威能說 我連可輸掉初選 我又不可能上海副總統 你看看 高端 請問有進步 高端 你除了稱讚賴清德現在演技比較好之外 到底他會不會被喬掉這件事情 你現在認為是 我認為他會被喬掉 一定會被喬掉 因為怎樣 這兩顆刺下去 一人一顆都會刺下去 但是怎樣 有大小顆 飛不成的 有一種是飛不成的 美國的核彈還是比北韓強 這有共同有差辯 我不要跟你們說 他要做行政議長 頭一個節目去贈什麼 你們不知道 應該你們有影響 國安會 國安會的秘書長 你會記得嗎 一個明星級的市長 因為那些市長 沒有一個行政議長 要去贈國安會的秘書長 你是在贈什麼 當總統要有國防外交的訓練 這也滿合理的 規劃 因為國安會的秘書長 監控台灣五大進步系統 所有的ABCDE動案就對了 農總看得到 拿得到 要是要收集 要是要回賣 你們自己最清楚 請電壓力才會很厲害 雖然龍介講得這麼懸疑 但是這整件事情 到底會怎麼發展 以現在看起來 賴清德的壓力空前的大 他如果被喬掉 真的是蔡賴沛 民進黨說最強的組合 現在兩岸關係民調做出來 蔡賴沛的民調 打遍天下無敵手 不管是誰出來 蔡賴沛都贏 就算贏到這個氣氛 有可能嗎 27號之前 一直會有這樣的民調出來 可能每個禮拜都有 就是蔡賴沛打遍無敵手 蔡賴沛可以壓制韓國瑜 蔡賴沛可以擁保民進黨 繼續執政 這類民調會一直出來 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個 策略性的民調好了 但是英系的也好是相關於 希望蔡賴沛能夠合作 這樣的人出來 也是用心良苦 民調再怎麼樣 也是要花點錢 所以這一類的工作 坦白講 我覺得滿辛苦 還是要繼續的 讓他們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蔡賴我覺得配不配 我跟隆介的想法 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不會配 我覺得不會配 如果要配的話就何必 你要不要學習怎麼炸雞排 我幫你裝袋子 我幫你 你來炸 我來幫你裝袋子 因為你要去跟他合的話 你不必來這一招 你不管是自己來做初選 出輸也好 相關的這種準備也好 坦白說就是一種決裂 所以蔡賴嘴巴講說 我寧可輸掉選舉 但我也不要傷害你 但是我私底下還是傷害你 因為傷害你很深 要把你這個人的保證狀拉下來 這種是最可怕 表面跟你握握手 不好意思 我不想傷害你 但是我為了國家的前途 我還是願意站出來冷面虎 我覺得這種人最可怕 所以蔡英文 他現在做了很多事情 也是想辦法把他保住 不管是掌政人士 怎麼去回賴清德 坦白說這個私底下 我覺得鬥得還是很厲害 如果說不鬥的話 我們現在這邊我就一起講 我未來就是蔡賴佩 如果再配合陳建仁的退位的話 這不是民進黨大合作 大和平 完全邁向2002年全面執政 所以我覺得李戴清德來看 他去配這就沒有意思 我覺得郭寬敏跟他的關係 超乎其他人 雖然這四個大佬 坦白講這個站在他旁邊 但我覺得郭寬敏 看他的比較深一點 他說蔡賴佩沒有什麼意思 更換今天有其他民進黨裡面 資深的從政的人跑出來說 明年蔡昌佩不錯 昌是蘇貞昌 英昌佩 英昌佩 蘇貞昌也不錯 所以說他現在掌握是行政的資源 明年的蔡英文的弱勢選舉裡面 需要行政資源相關的運用 去讓蔡英文繼續保持寶座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這個局 我覺得打到底了 打到底 只是看出未來兩個怎麼收 再來你說 這就算蔡英文得到了 是繼續維持候選人寶座 我覺得賴清德也不會停 他可以繼續組織另外一個隊伍 來去幫輔選也好 或建立自己的羽賣也好 因為2020 他也可以獨立參選 有月份參選 而且2020年他也不必 他也不一定要真的幫蔡英文 他可以另外自己 弄自己一些隊伍 所以我覺得 因為賴清德是最後一次 建立自己的一個軍隊的時候 如果這時候還被蔡英文收了 抱歉 就算蔡英文明年繼續連任 2024也不會是賴清德 因為其他人就上來了